再说 我和郑融小时候 一言不合就答 每次都是我赢 哥哥欺负弟弟 你还特骄傲 每回都是我赢 有你这样的吗 谁让他是我弟呢 关起门来 只有我能欺负他 在外头 谁敢动他一根头发 试试 小心点 跳下来吧 我接着你 你让开 小心我砸着你 口气挺大 没可能来啊 小时候肯定没少翻墙吧 彼此彼此 这就是我们的小学 你面前的这片草坪啊 之前就是一自行车棚 所有老师的自行车 都停在那边 要是学生被老师批了 我们就悄悄溜进 那个棚里边 把老师车胎的气 全都给放了 你跟邵政荣小的时候 可真够逃的 你俩在一起 没少干坏事吧 彼此彼此 你这是干嘛啊 挖宝 你这是干嘛啊 挖宝 我 上学那会儿 同学们 都特别流行 没时间呢 我和振荣 就学着他们 一起在这儿也埋了一个 我和振荣 给我吗 这是我跟振荣的回忆 看看吧 我们两个曾经约定 等我们老了 就来这棵树下 把它再挖出来 这个约定 永远没有办法兑现了 这棵树下 一看你们两个 就是调皮捣蛋的小孩 这 叫什么呢 这是什么 真容获得的 我怎么都不知道 真容还会游泳啊 我 他就一汗鸭子 他根本就不会游泳 那他怎么会游泳 还获得奖牌啊 那他得谢我 一脚给他踹出去的 你对他也太狠了 回去啊 他就跟少姨和我爸告证 我爸给我拎起来好一顿打 你没看见他当时就躲在我爸身后 你不知道他笑得有多开心 竟因为那一脚 那澈小子后来一个月都没有理过我 从那之后 他就不怕睡了 半年的时间还进了校队 得了这块奖牌 郑融有你这么个歌 也真够倒霉的 我说 蒋小姐啊 这么大的商场 我们已经逛了两三圈了 腿都逛起了 就没有一键入得了您的法眼了 既然是集团年会 我怎么能随随便便的穿一身衣服出席呢 我一向是不出现则已 一出现要成为全场焦点的人 特别是尹真哥的眼神 要牢牢锁定在我身上 不能离开 那家店还没广呢 快点啊 你可真行 还是当哥的呢 小的时候你肯定经常欺负邵振荣吧 男孩子嘛 感情都是靠拳头打出来的 再说 我和振荣小时候 一言不合就打 每次都是我赢 哥哥欺负弟弟 你还特骄傲 每回都是我赢 有你这样的吗 谁让他是我弟呢 关起门来 只有我能欺负他 在外头 谁敢动他一根头发 试试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 我可以听到 郑融那么多的往事 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奢侈了 奢侈 对我来说 我应该是最没有资格 听到这些事的人 如果你没有资格 还有谁在乎那些陈年往事呢 我一直坚信 这世上是你 明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件衣服太漏了吧 不 这好 这个这个这个好 高端打气上堂子 我怎么觉得死气沉沉又老气的 跟雨珍珂旁边一站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是她妈呢 不 这好 这好 一定要说话有没有 好 林向远 林向远 好 也就是蒋小姐 这一身的贵气 才配得上这套高端的晚礼服 您说是吧 林先生 是是是 说得没错 蒋小姐 不瞒您说 这件晚礼服在我们店里只有两件 那就她了 林向远 去结账 好 抢钱啊 二万七千五 林先生 您购买的是一件高端礼服 明码实价的 再高端也不能那么贵啊 能开发票吗 没问题的 抬头就开雨天集团了 而且办公用笔就行 对 林向远 这一件事 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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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刚刚不是好好的吗 怎么说话回去发火呢 林向远 你知不知道 你跟了我爸这么多年 好歹也是公司高管 再怎么着也不能做违背原则的事 蒋小姐 您要是决动哪也做得不对啊 您直说我改不成吗 改 你是听不明白我的话吗 我说你能别跟着我了吗 回去吧 不是 那这衣服怎么办啊 你不都开发票了吗 这光有发票 万一财务要看实物怎么办啊 再说了 这衣服我要是收了 到底算你送的 还是我自己买的呀 您就因为这事啊 您误会了 我开发票是为了充胀用的 这不也是公司吗 你说什么 不租了 那白天不说得好好的吗 怎么又不租了呢 你们中介是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哪 我告诉你 你等着 我明天去工商局投诉你们 思琪这是怎么了 为什么要收拾东西啊 房东大哥来说 这房子咱们不能租了 他要跟那个大嫂什么假离婚 把这房子给卖了 那我就把裙飞叫过来 我让他陪我去中介找房子 本来都找得好好的也说好了 可以搬了 这又打电话来说又不能租了 都什么事啊 就以咱们俩这些预算 能搬哪儿去啊 郊区 要么就只能去跟人挤通铺了 不是我说现在这都什么人呀 房东大哥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嘛 合同期还没有到 怎么让人说搬就搬呢 我们不搬 不搬 房产站上写的是人家的名字 人让你明天办 你能留到后天啊 好了 思琪 你俩别着急了啊 让我想想办法 我还记得 我刚来上海上大学那会儿 我天真的以为 只要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我就可以在黄埔江边上 买一桩大大的属于自己的房子 可是现在 竟然连想租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窝 都成了奢望 我们画的柠檬 但是我们政府的柠檬